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們這次跟Stay Japan合作 要來體驗住在農家以及都市的民宿的樂趣 首先我們來到了宮城縣 有150年歷史的卡吉卡村民宿 這是我們今晚住的房間 裡面非常的寬敞 而且因為歷史悠久的關係 所以整個看起來非常的古色古香喔 這邊是日本傳統建築的走廊 也叫做engawa 那這邊非常的日據的感覺 像這樣住在古人家 享受日本的夏天真的很不錯 這是你住在城市的hotel 體驗不到的喔 我們現在要來吃古農家準備的午餐囉 然後他們這邊的野菜蔬菜啊 都是今天早上才現菜 還有他們剛剛才烤的上背 看起來很香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活動 我們來體驗溯溪 就在我剛剛講話的同時 有一隻青蛙跳到水裡 我個人也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溪裡面 空置的下面放手 這邊的農家 它還有蜂巢就是養蜂的地方 然後現在爸爸要帶我們去體驗看一下 我們現在身上噴黃飛的全部都是蜜蜂 不是烤蜂蜂 耶 吃晚餐囉 今天晚上吃什麼 晚上吃燒肉 這就是肉盤啦 你看這個鮮豔的肉 等一下烤起來應該超棒的 超好吃的 那我們晚上吃完飯 在這附近走一走 對 然後其實這邊有很多螢火蟲 哇 迷兔的晚上真的好安靜喔 應該可以睡得很香甜耶 晚安啦 我們要來吃日式的早餐了 早前啊 就已經有比那個旅館還豐盛的早餐在等著我們了 哇 他那個蛋黃甜到一個瘋狂的境界耶 真的是真心不騙超級香甜 我們所吃到的包含五穀雞的蛋 這邊這個也是工程縣這邊燈米自產的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吃到這些日式料理啊 都是在這邊當地製造的喔 就是這邊的好山好槌才可以造出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我們這次體驗了非常具有特色的古農家生活 除了建築本質非常有歷史以外 我們來吃了烘爸烘媽 精心幫我們準備用當地的特產還有蔬菜 所煮的鄉土料理 非常推薦給沒有體驗過古農家生活的朋友喔 我們現在到了東京位於大田區的Kario Kamata 這家看起來像設計師建築的公寓 其實是一家旅店喔 帶大家去五樓看看 那我們帶大家來room tour一下吧 這邊啊真的還有日本設計感住家的感覺喔 一進門呢就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 廚房然後複合客廳的空間 那其實這個區塊呢它雖然不是很大 不過因為這裡是做樓中樓挑高的設計 所以整個空間感其實看起來相當的寬敞 也只有這種公寓式的apartment 才有這麼完整的廚房設備 杯子 瓦斯爐 烤箱 微波爐 還有冰箱 基本餐具都有喔 那我們可以直接由廚房去調整浴室的洗澡水溫度 來看一下這裡的衛浴設備 你看到它這邊啊 衛浴設備就是雖然空間有點小 不過該有的都有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去二樓看看吧 爬了樓底之後到現在這個是寢室 覺得它這裡寢室的設計啊 不像一般的飯店的感覺 然後更有一種像是設計師的住宅 這個空間啊雖然看起來像是起居室 而其實呢它把不動收納在後面的櫃子裡面 所以晚上的時候鋪這個就可以睡覺了 相當的節省空間喔 為了利用它完整的廚房 我們就來超市買點東西回去煮吧 買完囉 回去煮飯吧 茶囉 茶囉 上菜 這次介紹了兩家別具特色的民宿 一個呢是可以讓你體驗古人家的生活 另外一個是可以主宰設計師建築的特色旅店 那自從日本的民宿法修正之後 有很多民宿都沒有通過標準 我們這邊非常推薦State Japan的訂房系統 讓大家可以住到安全安心合法 以及具有特色的民宿 我是鮑勃 我是瑋恩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